见面间走过基辅的独立广场 英国首相强生9号突然造访乌克兰 总统泽伦斯基也亲自迎接 两人穿梭基辅的大街小巷 收到乌克兰民众热情欢迎 有人特别准备礼物 送给远道而来的访客 更有乌克兰人直接对强生说 我们需要你 强生停下脚步与民众握手寒暄 这一趟基辅之行意义重大 因为他是第一位在俄乌开战后 亲自走访乌克兰的G7领袖 英国政府更在8号宣布 加码提供乌克兰新光系带型防空飞弹 800枚反战车飞弹 凹犬防护巡逻车 还有头盔夜视镜和防弹衣 总值勾搭1亿英镑 折合台币37.6亿 不过根据英国媒体报道 强生这趟访问 原本是要等他返回英国后 才要公开消息 没想到乌克兰驻伦敦大使馆 抢先抛出照片 还用了surprise 惊喜把的字眼 也让强生保密到家的行程 意外曝光 那么在英国首相到访之前 奥地的总理内哈默 也前往乌克兰 不只和泽伦斯基 共同召开记者会 还到基辅近郊的布查 实地了解当地平民 遭屠杀的惨况 只不过强生的话题性更高 内哈默的锋芒 似乎都被盖过去了 东森国基中心综合报道